因应近期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马公市公所特展开公共场所消毒工作 日前前往北城市场进行全面消毒 马公市长叶竹林表示 北城市场是全线乡亲都会来消费的地方 很多观光客也都会来到北城市场 所以在防疫工作一定要特别加强 目前北城市场每个礼拜排定三次消毒工作 现在的疫情是非常的严重 那在华育的工作上 我们今天下午三点就在我们的北城市场来做消毒的动作 同时因为整个市场是我们朋友乡亲 所有人出入最繁杂的地方 同时也很多观光客也都来在传统市场买东西 所以在疫情的这种防疫上的话 我们现在每个礼拜有三次的消毒 同时也提醒我们各位乡亲 来到这个北城市场出入的时候 拜托你们一定要戴口罩 我们也在各个出入口也都是有酒精 来做这个消毒 提醒乡亲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市公所也特别呼吁乡亲 平时一定要戴好口罩 特别进到餐市场等人群聚集处一定要戴 在各个出入口也设有酒精给乡亲干洗手 请大家一起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马公市公所也加强办公大楼以及幼儿园三部所的全面消毒 市长叶竹林指出 虽然防疫工作从去年起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目前疫情较为严峻 本土案例增加 小心为上 特指示市公所各科师对所加强防疫工作 防疫一条心 尽力战胜病毒 记者 陈荣誉报道